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史上第一组视野作者八月飞鹰主播穆扬后期制作叶子 西年十天号还在元英起始入天荒广路历练曾经斩杀了一头六角神侯王那是六角大圣的嫡孙 自临风五年前为寻金产子赴天荒广路一行之后他和雷龙分身的模样便不再是秘密 此刻六角大圣自然也一眼认出临风眼睛顿时眯缝起来头上六根尖角上已有金光闪动 而在此之前一道璀璨耀眼的蔚蓝光柱已经从那巨大的九妖崩天阵中冲出铺天盖地的轰了过来 另一边的天狼大圣也早早喷出一道凶利血光 方向本来是对准穷奇大圣和九妖崩天阵的方向 但现在却因为临风的突然出现变成笔直地向临风打去 临风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神石扫过就发现自己身处之地此前遭到了严重破坏 此地正在进行一场大战 而且很不凑巧的是他将临星海自门户中出来 竟然就正好位于交战区域的中心 几方正打得热火朝天他就一脚踩了进来 这时九妖崩天阵引动水药星辰的雄魂一击 与天狼大圣的血海妖光已燃到了临风面前 狂暴的妖力将两大攻击交汇点出的万物尽数湮灭 一脚踩进别人正在交火中的战场 对于这个结果临风也是有些啼笑皆非 临风目光一扫 将天狼大圣穷奇大圣和六角大圣分辨出来的同时 天狼大圣和九妖崩天阵先前发动的攻击也已经近在眼前 临风正是处于两股力量的交汇处 哼 这个欢迎仪式 可是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啊 临风笑着摇摇头 没有任何闪避的打算 雷龙分身和战神分身一左一右 分别转身面对近在咫尺的攻击 战神分身狂暴的气血之力运转起来 仿佛有一个小型宇宙正在体内不停涌动 他的身上 龙神天楷散发出浩荡龙威 临甲开合间 倒倒红黄两色交织的气流从中喷勃出来 在战神分身的头顶 滚滚气浪蒸腾 化作一片几乎凝结为实质的光影世界 这个小世界是完全由临风战神分身的武道意志凝练而成 其中造化万物纷纷呈现 犹如一方真实的世界 面对天狼大圣的血海妖光 战神分身面无表情地伸出手来 五指一张 条条古怪气流 仿佛千万条巨龙 一起在星天虚空中搅动盘旋 下一刻 那道霸道凶狠的血光 便被战神分身牢牢抓在手中 仿佛有生命的活物一样 不停挣扎 试图挣脱战神分身的手掌 血光中有无数光影 不停起伏闪动 有人 也有各式各样的妖族 不管是人还是妖 一个共同点 就是面孔极度扭曲 充满了嗜血疯狂之意 仿佛要屠戮苍生 但随着战神分身手掌慢慢收紧 这血光也渐渐失去了活力 最后血色全部退进 变作无色云烟消失无踪 天狼大圣血红的双眼紧盯着林峰 仿佛两个完全由血水构成的海洋 海面上闪动阴冷凶残的光芒 狼性凶残又狡猾 通过刚才那一下教授 天狼大圣已经可以知道 眼前林峰的战神分身 别看只是反须境界 但却是自己的境敌 尤其是他身上的龙神天凯 这件法宝 也自不俗 与战神分身结合相得益彰 彼此助长更天威势 因为萧燕等人正道元神的缘故 林峰自系统中获得了 四次提升法宝品级的机会 一次用在了玄天风神旗上 两次用在了沙罗庙树上 还剩下的一次 便被他用在了龙神天凯上 此刻的龙神天凯达到化身技术 与战神分身相合 狂暴的力量波动 引人侧目 林峰的战神分身 神色平静地看着天狼大圣 不仅不慢地将血海妖光彻底卧碎 而在另外一边 雷龙分身则直面九腰崩天阵的恐怖攻击 看着那闪烁耀眼光芒 仿佛近在眼前的水耀星辰 林峰变化成人形的雷龙分身 微微一笑 浑身上下雷光闪烁 赤黄青蓝四色涌现 更镀上了一层黑白分明的颜色 面对九腰崩天阵引动水耀星辰的雄魂一击 雷龙分身不闪不避 一声狂吼 伴随着这声狂吼 汹涌的雷光喷射而出 化作一道粗大的雷霆光柱 正面迎向九腰崩天阵中射出的水蓝色光柱 闪动黑白光辉的四色雷霆 似乎力量没有尽头 四色盘旋 力量不停化身 与九腰崩天阵的攻击对轰 寸步不让 到了最后 赫然是水蓝光柱开始渐渐崩解 看见这一幕 穷其大圣眼皮子而跳 在这荒谷星海之中 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九腰崩天阵 力量可都比在外面大千世界时还要强大 但林峰这句雷龙分身 也是纯正的妖族分身 在荒谷星海中同样是如鱼得水 这还是雷龙分身 仍然是原始真灵境界的情况下 若是达到星魂合一境界 这方面的加成还要更大 若是如此 林峰的雷龙分身 不显化原形真身 硬扛九腰崩天阵的一幕 还是让穷其大圣 天狼大圣和六角大圣 看得心中发沉 诚然 九腰崩天阵的力量 还没有提升到极致 但雷龙分身同样也没有显化原形真身 六角大圣目光闪动 转身就走 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茫茫星海之间 天狼大圣看了林峰的雷龙分身和战神分身一眼后 庞大的身躯原地一纵也飞速离开 远方的星空中 九腰崩天阵 微微动荡了一下后 飞速收缩成一个小点远顿而去 自始至终穷其大圣都没有露面 三头大腰 不约而同选择了暂时退去 人的命 树的影 鼠山之战和此前天荒广路 与昆龙王金蝉子一战 让林峰哪怕在天荒广路 也是凶名昭著 虽然现在在这里的只是两句分身 但谁也不能确定林峰本尊会不会突然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天狼大圣等大妖自然是选择先行退去 只是他们心中这个憋屈呀 是可想而知 不管是天狼还是穷奇又或者是六角 平日里都是骄横惯了的人物 但此时也只得第一时间退走 五年前天荒广路之行 与昆龙王金蝉子 碧空龙王白虎大圣 项柳大圣等大妖一战 林峰曾有言 除非末法之境修为 或者拥有相弱的实际战斗力 否则与之交手都只是白白送死 林峰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平静和缓 仿佛在叙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事实已经充分证明 那并非妄言 纵使天狼大圣三妖心中再是不甘 此时也只能无奈退去 就算有什么别的想法 至少也要等到他们摸清楚情况之后才能动手 不会现在就盲目冲上来 于是上一刻还打得火星四箭 星斗一味的战场 下一刻就突然变得空空如也 只剩下破碎的星光 纷乱的气流和战场中心 湮灭成一片虚空的混沌 说明此前在这里发生的大战 并非虚假幻觉 虽然和穷奇大圣 天狼大圣都不如何对付 但林峰也没有追击 他看着眼前战场 神石扫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这片地的星辰格外的秘籍 其中星辰之力也显得非常柔和 利于炼化吸收啊 他们三方 应该都是看上了这片区域 这才大大出手的 因为用石鼎法阵干扰了一下 星海之门 所以按照林峰的预期 是希望借玉通道 在星海这边的出口 尽可能地接近神州顶 现在看来 之前的功夫没有白费 这片区域星辰的异常情况 很有可能就是神州顶 影响作用的结果 神州顶应该就隐藏在这一片星域 只是不知道是否出于 神州顶自身意志 其法力波动完全隐没了 便是林峰本尊来此 想要寻找都要费一番功夫 因为星辰格外密集的缘故 浓郁的星光之力 对搜索神州顶也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只不过 没想到有一座星海门户落在了金鹏大圣手里 也难怪 金鹏大圣势力能飞速崛起 自然有所倚仗 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这座星海之门 穷奇大圣能进来这里 多半是金鹏大圣手上有一座星海门户 若非如此的话 想找其他几家借路怕是没那么容易 至少要拿九要崩天阵去换 毕竟穷奇异族在天荒广路的名声也不怎么好 天狼大圣和六角大圣倒是不用多说 自然是通过天魅大圣与通天大圣手中掌握的星海门户进来的 林峰心中私存 故老相传 有四座星海之门齐聚星墓 便可以将星墓开启 星墓是荒谷星海中的一处圣地 传闻中在时间不断地推移下 星墓中会有星海渐渐积累越来越多 星海共鸣思义星辰之骸骨 只是比较特殊 并不像一般星辰界面那样 经过一系列变迁后归于虚无 而是星光会凝结成仿佛晶体一样的存在 相较于真正的星辰来说 星海所蕴含的星辰灵力要少许多 但这些星海中的星辰之力 远比正常星辰中蕴含的力量容易炼化吸收 当星墓内的星海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 将是一笔极为可观的庞大资源 这星海是独属于荒谷星海的一种特产 大千世界宇宙银河中的星辰可以积累 可以接引星力 但是生灭有横 唯有荒谷星海的星墓中有可能诞生星海 不管是太谷还是上谷中谷金谷时代 不管星海是否落在妖族手中还是落在人族手中 掌控者都会定期开启星墓 从中收取星海 然后关闭星墓 隔上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再进来 上古末年星海通道异变以前 星墓的开启并无难 但在星海通道异变化为六座星海之门后 条件就变得苛刻起来了 至少四座星海之门齐聚星墓 方才可以开启星墓 这本也没什么 历代统一天荒广路的妖族圣皇 都会收集星海之门 将星海掌控在自己手里 直到四千多年那一场大战 幽黄天海深陨 其掌握的六座星海之门也散落开来 分别落入了不同的大妖兽中 林峰不确定自从上次两截战争后 星墓有没有再次开启过 但如果始终没有的话 经过四千多年的积累 星墓中现存的星海 只怕堪称天文数字 龙祖 元祖 天媚金鹏 虽然他们合作团结的可能性很低 但也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需要早做谋算呀 见了穷奇大圣 林峰便知道有一座星海之门 很大的可能落在了金鹏大圣手中 同样道理 天狼 穷奇 六角等人见到了林峰 便也会知道 林峰手中多半也有一座星海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 有很大的可能 妖族会联合起来与林峰为难 自上古纪元之后 人族手中就再也没有能相对稳定地 进入荒谷星海的途径了 上古之后 荒谷星海重新成为妖族乐土 在这种情况下 突然有一个人族掌控了一座星海之门 这种情况那是会触动许多大妖的底线的 很有可能让他们联合起来 更何况 自林峰手上夺得星海之门 也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双重因素作用下 很可能让一众大妖们比以往更加团结 得到林峰手上的星海之门 对他们开启星目也是一大便利 而在五年前林峰赴天荒广路一行之后 妖族对林峰的实力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增加忌惮的同时 却也知晓了林峰更多的情况 更方便他们调整定位制定计划 林峰的雷龙分身 回头轻轻点了一下星空之门 一道光线飞出 落在星空之门上 光线与雷龙分身相连 然后很快消失于无形 星空之门出口处的光模 重新出现挡住了出口 这座门户便这样隐秘于虚空之中 不见了踪影 大门仍然是开启的 只是他人无法察觉具体位置 而那道与雷龙分身相连的光线 则是便于林峰远离星空之门后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返回 荒谷星海如同宇宙般浩瀚缥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异域空间 同时因为星辰流动的关系 内部空间在时时变化 没有一刻处于静止中 虽然不似虚空战场那样混乱 也不似影海那样祸人 但同样不可掉以轻心 一招不慎 也有可能失陷在这里 星海之门的出口 就像是在大海中飘行的孤舟 随波逐流 位置也在不停变换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 林峰的雷龙分身和战神分身 方才离开 向着眼前星光最为密集的 那片星域靠近 而在林峰离开之后不久 这片星空中突然剧烈震荡 从三个不同方向 分别有一道光影 向着此地聚集 然后在彼此相距遥远的地方 同时停下了脚步 正是去而复返的天狼穷奇 和六角三明大妖 天狼大声星红的双眼 扫过虚空哼了一声 目光落在那片密集的星光区域 他去那里了 穷奇大圣和六角大圣的脸色 都有些不太好看 那里本来是他们的目标 尤其是穷奇大圣 心情更是差得无以复加 本来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片好地方 谁知道刚准备进入 天狼大圣和六角大圣也被吸引过来 当场打了个照面 让他想走都走不成 见到了他 天狼大圣与六角大圣自然也都猜出 有一座星海之门 是落在了金鹏大圣手上 天狼黑然笑道 必须承认 老子以前真是小觑雷渊进棚了 不声不响闹出不少动作 连星海之门都搞到了一座 穷奇大圣同样冷笑 鲨鱼 你以为你是天狽大圣 从事之中 你在五黄眼中不过是个莽夫小丑罢了 落迟 你莫非真的被雷渊金鹏养熟了 天狼大圣不屑地笑道 雷渊不在这里 你叫得再好听 他也听不见 还是生生吧 突然让老子感到作呕 谁不知道 你穷奇异族反叛成性 你以为雷渊就真的信任你啊 在他眼里 最值得信任的始终是秦雷妖族 穷奇大圣听了 无所谓地说 五黄有让我臣服的实力 又提供让我心动的利益 我现在臣服于他 又有什么奇怪的 难道臣服于你这个天魁的根屁虫 天狼大圣一咧嘴 一口血白尖锐的牙齿露出来 凶恶至极 恶痴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来来来 老子哥你现在都是星魂合一境界 但要是没有九要崩天阵 老子一个打你这种废物三五个都很惊悚 便是有九要崩天阵 一对一 以为你是老子的对手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53章 二位 似乎都曾经在云林界中 与那玄门之主接触过 露面以来始终不曾作声的六角大圣 这时突然开口 听了他这句话 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同时沉默了一瞬间 接着 两道凶恶的目光 就同时落在六角大圣身上 六角大圣的话 毫无疑问 揭起了他们两个的旧伤疤 对于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凶恶的注视 六角大圣视若无睹 身色平静至极 但他这副样子 让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见了都微微皱眉 明明是三个人中最弱的一方 但六角大圣反而最为淡定 事先只是直勾勾盯着林峰 进入道的那片星域 天狼大圣皱了皱眉 在云林界中 林峰虽然也是最终得利者 但那时候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远没有现在这么恐怖 恐怖到 让一向凶恶 桀骜的天狼和穷奇大圣 都不得不暂避其锋芒 说难听点 就是面对林峰时 他们要夹着尾巴才行 神州号土上 关于林峰的一些判断 在天荒广路这边 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天狼大圣就和天媚大圣 不止讨论过一次 都认为云林界中的林峰 多半只是其一句分身 穷奇大圣盯着六角大圣 云光 你想做什么 云光六角 便是六角大圣的名字 六角大圣默然地说 那玄门之主门下弟子石天浩 斩杀了我的弟孙 此仇我必报 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都能感觉到六角大圣的决心 虽然六角大圣 身为六角神猴一族族长 为了一族发展 很多时候都要谨慎行事 但是有些仇 却会让人格外偏执 同时 有些仇恨 哪怕明知与对方的差距很大 也一定要死斗到底 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虽然都有些不以为然 但也不觉得意外 五年前林峰到天荒广路的时候 六角大圣正好外出不在 等他返回陵渊山 林峰已经带着十天号 回神州号土了 穷奇大圣摇里摇头 刚才只有玄门之主的 两个分身露面 那十天号有没有进入星海 还是未知 他来了 六角大圣断然地说 我能感觉到 他随玄门之主的两个分身 一起进来了 穷奇大圣文言没有说话 他知道 六角神猴一族的一大天赋神通 就是心血来潮 感知能力极强 对于修为在其之上的对手 也能保持很强大的感知能力 他眼睛看向六角大圣头顶 就见那六根尖角 其中一根赫然已经折断 待十天号进入荒谷星海 是林峰的分身 而非本尊 六角大圣又对此事极为执着 消耗自身气血 大到精华的情况下 终究还是摸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天狼大圣摆了摆硕大的狼头 那你仅可以去找悬门天宗的麻烦了 只是恕我等无奉陪 在那里的是玄门之主的两具分身 就算斩杀了 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穷奇大圣说 斩杀了玄门之主的分身 其本尊过来 我们抵挡不住 那是五皇 天魁大圣 还有通天大圣 才能与之较量的对手 他的本尊过不来 六角大圣说 只要和我们三家之力 接引三座星海之门的力量 在这里布下阵势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锁住他那座星海之门 星海空间大到悬傲 锁住星海之门 他的本尊也无法用 献祭分身或法身的方式降连 到时候 我只要那十天后 其余的全归你们 六角大圣双眼中 胸光闪耀 他那两句分身 可都是好东西 更别说 还有星辰之力 丰富的星欲 如果一切顺利 甚至可以将那玄门之主 手上的星海之门 也夺过来 天狼和穷奇对视一眼 虽然前一刻 还是生死相搏的对手 但此刻摆在眼前的巨大利益 却可以让他们暂时放下仇怨 联手对付他人 对付林峰 六角大圣健壮 便暗中联系通天大圣 毕竟 要接引元族那座星海之门的力量 需要经过通天大圣同意 六角大圣 更是说动了通天大圣亲自出马 筹码便是林峰的那座星海门户 还有雷龙分身 对于六角大圣来说 自己唯一的目标 确实是斩杀十天号 至于通天大圣如何 他就不保证了 天狼大圣和穷奇大圣 自然也不会就这么相信 六角大圣各自联系他人 除了要接引星海之门的力量以外 他们也不认为眼下的阵容 足够诛杀林峰一行 同时几个大妖心中 也都想到了星木的问题 这次联手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只不过关于星木的利益分配 更加不好协调 几方人马都将破局的关键 放在林峰的那座星海之门上 或者还有其他的星海之门 机会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尽快动手 悬门之主那座星海之门已经引没 我等只能圈定一个大概区域进行封锁 范围有限 时间久了 那座星海之门不停飘荡 有可能存在的区域越来越大 就很难封锁了 而与此同时 林峰的雷龙分身与战神分身 正在众多星辰之间穿梭 说是相较于其他区域 星辰密集许多 但其实星辰与星辰之间 仍然相距极远 林峰在不断行进的过程中 也放开了自己的神识 不断探索着这一带 石灵法阵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帮助林峰指引方向 一路醒来 很快 林峰心中微微一动 停了一下 眼前是一片黑暗的虚空 星海之中星辰遍地 林峰此刻所处的这片星域更是如此 但眼前一片广阔宇宙 却是漆黑一片 一点星光都看不到 面对眼前漆黑一片的虚空 雷龙分身双眼中亮起光芒 赤黄青蓝四色交织的雷光涌现 刹那之后 赤黄蓝三色消失 整片雷光全都变成了青色 青色雷光在黑暗的虚空中穿梭 却没有任何收获 林峰神色不变 再次催动石鼎法阵 将青色雷光与法阵之力相合 这次虚空终于起了反应 剧烈抖动了一下后 一片片无形涟漪散开 犹如水波纹一样 一阵阵强大而又悬傲的力量 意境气息 在含蓄地波动着 引而不发 只有当加持了石鼎法阵之力的 青色雷光与之接触的时候 才稍微有了一些反应 虽然那些力量意境寒而不露 但林峰还是能清楚分辨出那雄魂气息 正是造化极数法宝的力量气息 宏大如天 恍若一方造化世界 眼前的景象仍然是黑暗的虚空 但却仿佛在荒谷星海中 开辟一方独立的世界 独自存在 按照自己的道理运转演变 上古纪元 夏皇所祭练的造化法宝 神舟鼎 不似太皇宫的霸道威严 不似不朽龙城的永恒守护 这件仁皇造化法宝中 蕴含的力量意境 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沉重无比的沉重 仿佛隐聚浓缩了 神舟浩土大千世界 广阔天地的重量 沉重到难以计算 可以震住万物变迁 压住天地反复 定顶神舟 定顶神舟 果然不索 林峰饶有兴趣上下打量 哦 这神舟鼎应该是 将自身力量展开 又与星海世界相合 虽然彼此独立 但紧密贴合于荒顾星海了 在这种状态下 神舟鼎不再显现原有模样 而是以一方无形世界的形态存在 想要试图收取此宝 还需要费一番功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林峰的战神分身 轻轻一点石灵法阵 法阵漂浮在半空中 向着神舟鼎所画世界靠拢过去 石灵法阵接触到那一方世界的界域 界域波动越发明显 一条通道若隐若现 林峰微微一笑 眼前的通道仿佛光影幻境一样 不停起伏 通过这条尚未稳定行程的通道 林峰可以隐约洞察 神舟鼎所画世界内 迥异于荒谷星海的环境 那里倒是与外界大千世界相似 与神舟浩土相似 山川河流 日月交替 旷野平原 沧海大漠 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重新回到了神舟浩土一样 林峰的战神分身 一边催动石灵法阵稳固通道 一边细细感知其中灵气走向 就发现 那里跟神舟浩土最大的不同 是空间中蕴含了许多星辰之力 想来这是神舟鼎在荒谷星海中漫长岁月里 不停受星光温养的结果 空气中时不时闪动耀眼的星光 而且较之外面荒谷星海里 更加柔和 更加利于炼化 另外一边 林峰的雷龙分身袍袖一甩 石天号月红岩等人 也都落在这方小神舟世界的入口面前 除此以外 还有汪林的大摩分身 和朱易的浩阳分身 石天号汪林朱易三人 也隔着界域通道 细细感知了一下 小神舟世界里面的环境后 都齐齐点头 石天号自然不用多说 汪林的大摩分身 与朱易的浩阳分身 也都以肉身气血渐肠 在荒谷星海中 炼化吸纳星辰之力 喜炼自身 对他们都有莫大的好处 其他人里 月红岩如今 也早已修成原鹰中期 九天隐气的层次 这时全身学窍开合 点点星光如体 没有进入小神舟世界 只是置身于荒谷星海中 就让他感觉 自己近来修炼上的瓶颈 有了松动的趋势 李远方落轻舞 虽然不是纯粹的舞蹈修士 但也感觉此处 确实是一处不错的修炼庙地 同玉京山的环境相比 各有所长 那小神舟世界里的星光 更加柔和 比荒谷星海 更有利于我被人族修饰修炼 骆轻舞盯着不断趋于稳定的通道说 我等已经经历过一次原始星光洗礼 但此刻置身于此 似乎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 李远方说 确实如此 但还需谋划妥善安排 一切听师傅吩咐吧 洛青舞文言连连点头 但就在这时候 林峰的雷龙分身 首先一皱眉 紧接着 他的战神分身 还有汪林的大魔分身和石天号 也都促起眉头 注意的浩阳分身视线 也回头望去 茫茫星海之间 突然出现三个巨大的光点 彼此相距遥远 但却交相辉映 成一个三角形笼罩 覆盖了广阔星空 其中力量 使得整片星海近乎沸腾 林峰微微猝眉 星海之门的力量波动 但却又不是真正的星海之门 而是有人接引了其中力量 加持在自己身上 在三座星海之门力量的作用下 林峰等人所处的这一片星域 顿时剧烈波动起来 在靠近三角区域边缘的位置 一团星光亮起 渐渐显现出了一座门户 正是属于林峰的那座星海之门 这座星海之门显形的同时 却又缓缓闭合 星光散尽 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大门 漂浮于星空中 神舟浩土玉京山上 林峰本尊停止了自己的修炼 似笑非笑的 看着眼前的界域通道 自己这边入口处 虽然没什么影响 但对面出口处 却已经封闭了 有趣啊 刚才应该是那三个祸 联系了通天金鹏天妹之后 接住三座星海之门共鸣 从而在短时间内 封闭我手上的这座大门 就是不知道 天妹大圣三个 会不会亲自过来 荒谷星海中 林峰的战神分身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颈爽 小叶 你来接手 继续施法打开这条通道 注意的浩阳分身点了点头 是 师父 虽然是五道分身 但眼前催动 石灵法阵 继续开启小神舟世界 却是没什么问题的 汪林的大魔分身 则与石天号相视一笑 跟在林峰的雷龙分身 和战神分身之后 向着星海之门方向飞顿 而在施法短时间内 封锁林峰的星海之门后 三个不同方向 也各有数个身影 一起向着那星海之门靠近 其中一方 两个身影并肩而行 其中一个是个身高超过两米的高大汉子 身披一条黑色的狼皮大长 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背后 面目粗犷 一对眼睛赫然是血红色的 正是天狼大圣化作人形的模样 而在他身旁则跟着一头巨兽 人面抱身 耳朵像牛耳 只有一只眼睛 前行过程中 一条长长的尾巴被他自己咸在嘴里 却是一头猪尖 此妖又名胖狼神 力大无穷 善射 所发妖力之剑威力极大 被击中者九死一生 就算侥幸不死 伤势缠绵 几乎无法治愈 日后余生等同残废 而此刻走在天狼大圣身边的这位 猪尖大圣 赫然是一头 已经立了初劫的猪尖 实力极为强悍 便是一旁同行 向来猖狂的天狼大圣 对他也感到忌惮 世人皆知 天狼大圣是天媚大圣麾下头号战将 但天狼大圣自己却清楚地知道 在自家师姐麾下各路妖族中 低调的猪尖大圣就是他师姐的一张底牌 此前名声不鲜 乃是天媚大圣有意安排的结果 让猪尖大圣专心前修 直到近几年 天媚大圣气候建成 而天荒广路局势越发风起云涌 变幻莫测 猪尖大圣才渐渐走上前台 其他人方才知道天媚大圣多年经营的前势力 也是不同凡响 而在另一边 同样有两头大妖一起行来 其中一个背身双翅 拥有刺猬的毛皮 外形似牛又似虎 气息穷凶极恶 正是穷奇大圣 而他身边的大妖却与之截然相反 气质高滑傲暗 通体碧蓝 拓着华丽围雨 身泛五色奇光 乃是一头孔雀 天狼大圣和猪尖大圣 看见这头孔雀 目光都是微微一闪 早年金鹏大圣刚刚扬名立万之时 曾有一位孔雀大圣 与其称兄道弟 两者感情深堵 堪称生死之交 但此后 随着金鹏大圣名头越来越响 孔雀大圣反而渐渐没了消息 也无人知道其行踪下落 其他人皆以为 孔雀大圣因为金鹏大圣的野心 而与之渐渐疏远 又或者孔雀大圣早就已经意外陨落了 但今天 见了孔雀大圣与穷奇大圣结伴同行 众人便都清楚知道 这些年来 孔雀大圣和金鹏大圣仍然是一路人 之所以多年没有殷序 多半是和朱尖大圣的情况一样 天狼大圣血红双眸中 目光一闪 他注意到 孔雀大圣身上 除了自身的五色奇光以外 灵雨上赫然也督了一层 妖异的紫色光辉 金鹏大圣舍得将这种力量分享 可见双方交情仍然深厚 而孔雀大圣更只和金鹏大圣一样 已经开始力竭 第三方人马仍然只有六角大圣一人 不见原族其他强者 他此刻冷眼旁观 目光在朱尖大圣和孔雀大圣身上打转 天媚大圣麾下 天狼大圣与朱尖大圣 谁是石质上的二号人物 还有待商榷 但孔雀大圣 绝对在金鹏大圣阵营中 稳坐第二把交椅 地位相当于朱雁大圣在元族 昆龙王在龙族 便是穷奇大圣 掌握九要崩天阵 实力超群 也位居其后 朱尖大圣和孔雀大圣 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 天荒广路的局势 越发奥妙了 而此刻 在场所有人的目标 都直指林峰 所拥有的那座星海之门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55章 六角大圣孤零零一个 不仅不让天狼大圣 穷奇大圣等大妖轻视于他 反而心中更加在意 谁也不会相信 六角大圣就只是冲着 十天号而去 星空之门 人人都会想要获得 虽然大家一起联手行动 但某一方没有足够的力量 根本无法保证 其自身的利益诉求 便是林峰见了眼前这一幕 也眉头轻轻一挑 朱燕大圣不来的话 那就是说 通天大圣会亲自过来了 心中一边想着 林峰一行人已经迎了上去 直达星空之门附近 与围拢过来的天狼大圣等大妖对峙 天狼大圣瞪着一对血红的眼睛盯着林峰 也不多废话 仰天一声长笑 已经陷了圆形真身 化作一条通体乌黑 山月般庞大的巨狼 第一时间 扑向了星空之门 林峰的战神翻身 就站在星空之门前面 面无表情看着天狼大圣 然后 自己迈步向前走出 双手一起朝前伸出 抓向天狼大圣 两只手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伸出的过程中 却又交替了一下 变成了 左下右上 食指开合间 天地仿佛被翻转了过来 强大的力量 异景却是脱胎于两仪生灭阵 将阵法划入了武道之中 面对着恍若天地反复式的力量 天狼大圣目光微微凝重了几分 但脚步不停 仍然继续前冲 连绵山巒式的巨大身躯上 浮现出耀眼血光 在星空中铺开 仿佛无边无尽的血色海洋 茫茫血气蒸腾 将虚空中的星辰 都隐隐染上了一层血色 在那血海之中 无数冤魂 或人或妖一起哀嚎 血海不停翻滚 倒倒妖光射向四周 强行突破战神分身的权益封锁 扑到临风眼前 战神分身神色依旧默然 而他身上的龙神天凯中 传出一声浩荡龙吟 整个人连同身上铠甲 身形一气狂涨 身高数千丈 体型丝毫不比显化 原形真身的天狼大圣来得小 铠甲的头盔出现 如同龙手一般 戴上头盔 临风的战神分身 仿佛化身成为了一个 龙手人身的巨人 全身铠甲叶片一阵开合 滚滚龙微降云密布 双手向前伸出 一手架住天狼大圣的一只前爪 另一只手则将那巨大的狼头抵住 腥臭的血盆大口近在咫尺 战神分身视入无睹 手一抬将狼头架起 下方提膝撞向巨狼的腹下软肋 天狼大圣怒吼一声 周身血海中有星辰浮出 闪动妖翼霸道的血色星光 他身体一翻 已经避开战神分身的攻势 庞大的身躯极为灵巧 在空间中不停闪动 位置变幻莫测 下一刻 已经到了战神分身的身后 张开大嘴 朝着其脖颈下咬下 龙手人身模样的巨人 被头盔面甲覆盖的脸上 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双瞳中闪动着冰冷的光芒 原本厚重的龙神天开 突然变了模样 红黄两色光辉胶之间 化作一条条金色光龙 盘旋在身上 那些金色光龙 又突然一起炸裂 变成万道金光 向着四面八方飞射 那些金光切割虚空 爆裂无比 攻击力十足 而漫天金光连成一片 又仿佛组成了紧密防守 将战神分身整个包裹其中 不露丝毫缝隙 天狼大圣一口咬下 虽然霸道的力量将金光全部咬碎 但自己的滋味也不好受啊 简直就像是咬到了一个刺 突破了金光 天狼大圣发了狠 不管不顾 继续咬向林峰的战神分身 同时两只前爪也凶狠地扒了上来 可是被金光一阻 林峰的战神分身 已经呼得一矮身 避过天狼大圣扑击的同时 身体后退 反而撞入天狼大圣腹下 他也不转身 曲起手肘 就朝着身后天狼大圣腹部直倒过去 尚未与天狼大圣的腹部接触 只是林峰肘尖和天狼大圣腹部之间的虚空 就已经轰然破碎 化为虚无 那狂暴的力量 便是天狼大圣也不怀疑 一旦命中自己软肋要害 怕是能直接将他原形真身的腹部打烂 天狼大圣发出一声凄厉狼嚎 双眼目光深处有紫色光辉闪耀 身形猛的一转 再次被林峰逼退 但他张开大嘴 一道血光飞射 打得战神分身也立足不稳 向后退开 下一刻天狼大圣怒吼着 周身血海之中有大量模糊不清 仿佛鸿蒙未开 原始宇宙一样的气流出现 然后汇聚在了一起 周围虚空中一切存在 都被不停吸纳吞卷 而气团内仿佛有一个原始宇宙 正在飞速化生 正是和天媚大圣师承一脉的妖族秘法 小魂元胎葬秘咒 这气团一旦接触到真正目标 那个原始宇宙的发展进程 就会立刻逆转 倒退回鸿蒙状态 将目标与自身一起消弭于无形 战神分身微微醋眉 单掌下批 轻轻一挥 诸天戒章的法术施展开来 虽然是五道分身 施展起来威力不如本尊 但也将天狼大圣的小魂元胎葬秘咒 暂时封住 接下来 战神分身一拳轰出 将那陷于停滞中的气团彻底打爆 而在这时 天狼大圣已经再次扑上 滚滚血海不停翻滚 将战神分身身上龙神天铠的金光破开 然后一爪子抓了下来 虚空中顿时出现了灵力痕迹 这些裂痕中血红光芒闪耀 战神分身虽然没有被抓伤 但也感觉身体力量在流逝 人仿佛受伤了一样 产生湿血的虚弱之感 嗯 利咒血爪 这不是出自魂元腰点的神通 道理意境更高一层 源于天道妖精第一卷 林峰眼睛微微一亮 天寐大圣果然有成果了 只是不知道是否完整 一边想着战神分身毫不退让 就是一世四项灭世锤 打得天地变色 朝着天狼大圣反攻过去 林峰的战神分身与天狼大圣大战 其他人此刻也站作一团 雷龙分身再次找上了穷奇大圣 和九要崩天阵 林峰这次直接让雷龙分身 献出了原形真身 漫天妖力纵横驰骋 让依托九要崩天阵的穷奇大圣 都被压在了下风 穷奇大圣双眼中凶光闪动 开始衡量得失 思索要不要舍弃一定代价 催动九要巨顶的终极变化 而与他同来此地的孔雀大圣 周身上下五色流光不停闪动 一道五色光辉落下 便消去雷龙分身周围一片两仪四响神雷 孔雀的五色奇光神通吗 确实不同凡响 虽然孔雀大圣不限世久矣 但其天赋五色奇光神通的名头 在整个天元大世界都有流传 临风自然知晓 此神通与碧龙族的碧玉龙岩 有异曲同工之妙 惯于破除世间万法 相较于如同复古之躯般燃烧不灭 可以产生持续灭绝敌人 神通法律效果的碧玉龙岩 孔雀大圣的五色奇光 只有光辉闪过的瞬间 才会起到作用 但是没有持续效果的五色奇光 在瞬间破法效果上 却比碧玉龙岩更加霸道 临风的雷龙分身 看了孔雀大圣一眼之后 注意力便重新回到了 穷奇大圣和九药崩天阵那边 并非他无视孔雀大圣 而是他自有其他应对手段 正与天狼大圣交手的战神分身 仰手记起一根闪动 乌金光辉的树枝 正是沙罗妙树 并非用于抵挡天狼大圣的攻击 而是凌空飞起 阻住孔雀大圣 沙罗妙树已经大成奇数法宝 可以自如发挥自身全部力量 乌金光辉闪动出 顿时驾驻孔雀大圣的五色奇光 虽然每一道五色奇光落下 都会将乌金光辉削去一部分 但沙罗妙树很快便生出更多乌金光辉 始终不让孔雀大圣 越雷池一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56章 孔雀大圣神色不变 但目光变得凝重 他已经成功力竭 又不处于虚弱期 便是面对一个 星魂合一境界的 沙罗铁树大圣 防御力虽强 能挡其他人攻击 甚至能挡碧玉龙岩 却难挡他的五色奇光消磨 真要说起来 他的五色奇光用于攻击 最不怕敌人死守 沙罗铁树的几种天生刻星中 就有孔雀大圣五色奇光的位置 可是此刻沙罗庙树虽然被他压在下风 但他却无法真正攻破其防御 这还是沙罗庙树独自行动的结果 林峰的雷龙分身不善欲保 战神分身再同天狼大圣熬战分不出心神 若是林峰能分出尽力驾驭沙罗庙树 人宝相合 法力相互助长 那磁宝防御力还要更强 虽然听金鹏大圣提到过林峰这件法宝颇为不凡 但亲身接触之后 孔雀大圣才知道其中别有奥妙 而与天狼大圣同来的朱坚大圣 则与石天号站在一起 而在石天号身边还有一口剑韧宽阔的长剑 剑身上镌刻着古异盎然的符纹 通体淡金色 从中传出惊动诸天万界的雄魂剑意 正是苍天道剑 此剑在五年前落入林峰之手后 最终选择归顺 他本是为了自身能更进一步 因而谋求楚阳身怀的九天剑剑影 方才跟玄门天宗起了冲突 双方相互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恶感 现在与石天号联手 同朱坚大圣相斗 让朱坚大圣一时间也无法靠近星海之门 另外一遍 六角大圣看见石天号 双目之中便凶光闪动 想要上前 却被汪林的大魔分身阻住 只能屠呼奈何 战局一时间陷入僵尺之中 双方围绕着星海之门 展开了一场混战 林峰一边与敌人交战 神石也时刻警惕着周围 防止通天大圣 天魅大圣和金鹏大圣突然杀出 辽队的星海之间 一道道声势浩大的法力波动 此起彼伏 一场混战围绕着一座星海之门展开 打得天昏地暗 荒谷星海与大千世界宇宙星空 模糊的界限也变得更加脆弱 被林峰等人的法力神通波及 甚至有成片星辰一起溃灭 朱坚大圣口弦自己的肠尾 人力起来 左臂在空中一支 滚滚黑光顿时形成一张巨弓 他右爪往弓弦上一搭一拉 顿时一支黑色光剑形成 剑方直指石天号 石天号微微凑眉 直觉感到极度危险 那张开的弓箭 剑锋一点乌光不停流转 仿佛漩涡一样 将周遭灵气星光尽数吸走 犹如黑洞 下一刻 朱坚大圣右爪一松 那黑洞中轰然爆发出耀眼白光 黑白胶致的光剑离弦而去 到了朱坚大圣这段修为 一箭发出便射破空间与时间 箭离弦时便是命中目标之时 只有同样参悟时间空间力量 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对手 在其法力气息影响下 方可还原这一箭的本来面目 黑白光剑射出 再出现时 却是在十天号与朱坚大圣之间的位置 此前 从朱坚大圣的巨公 到这个位置之间的遥远距离 仿佛从来都不曾存在 只有到了这一个节点 黑白光剑才重新显现 像一只真正的箭矢一样 急射十天号 但即便如此 那箭矢速度也是极快 疏忽极致 换了寻常对手 哪怕朱坚大圣随手一箭 就直接射死了 因为对方反应不过来 就已经中箭 便是十天号 全身力量爆发 也是险之又险 与光剑擦身而过 其他人的攻击 他或许会硬扛 但是朱坚大圣的 啄浪腰箭 直觉告诉他 最好不要轻易沾身 不过 十天号从来不是个 光挨打不还手的主 昆蓬之力爆发 化作彭形光影 让他的速度提升到极致 冲向朱坚大圣 朱坚大圣对于自己 被近身并不在意 左爪握着黑光巨弓一横 便与十天号的石剑 硬碰一下 强大的力量 悍然将十天号击退 他的肉身力量在妖族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不逊色于同境界下的 祖恶和炉元 但西年祖恶大圣 与炉元大圣 都只是星魂合一境界 而他已经开始历劫 只是自天荒广路返回之后 十天号这些年 时而外出历练 时而留在玉京山上前修 距离西年元神出城之时 神通法力又有所精进 让朱坚大圣也嘖嘖称奇 若我还是星魂合一的境界时 怕是奈何不了这个小子 朱坚大圣心中凛然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 初劫力劫起大妖 神通妖力又多不同凡响 十天号以元神化身 境界与之对战 还是力有未待 尤其此刻 身处荒谷星海中 朱坚大圣的实力 比在外面更强 但苍天道剑也在一旁相助 让朱坚大圣一时间也奈何不得 十天号和苍天道剑也不轻松 朱坚大圣的灼浪妖剑太过阴毒 虽然不至于重者必死 但也会瞬间失去战斗力 伤势更是难以复原 十天号虽然有起源神光 但也不想轻易尝试 朱坚大圣每发一剑 十天号和苍天道剑便先避让 只是朱坚大圣一时间 也无法靠近星海之门 他肉身力量强大 腰剑攻击恐怖 但自身不以防御剑长 十天号的凶狠攻击 与苍天道剑的斩杀 朱坚大圣同样不愿以身射险 双方斗成一团 六角大圣眼睛盯着十天号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 与朱坚大圣联手将之斩杀 以报心头之恨 但就这么一走神 一只漆黑的大手就已经抓到他身前来 那是属于汪林大魔分身的手掌 一道道黑色气流在虚空中弥漫 笼罩六角大圣全身 大魔分身与汪林本人一般无二的面目 无关上没有丝毫表情 却流露出一股极恶气息 无比凶杀 比之汪林昔日自己 真挚黄泉灭境时还要冰冷 十天号昔年斩杀六角神猴王之事 汪林也知道 此刻见了六角大圣这副模样 哪里还不知道 他想去找十天号的麻烦 这让汪林心中杀一斗生 冰冷危险的气息凝结为实质 折天魔手朝着六角大圣当头抓落 六角大圣不得不先将注意力 转移到汪林身上 呲牙凝笑一声 现了原形真身 化作一头通体纯金的巨猿 咆哮着迎向汪林的大魔分身 一黑一金 两只巨掌在半空中凶狠地对撞一击 六角大圣身体一矮 差点被直接拍倒在地 当初汪林初得大魔分身 肉身力量对拼卢元大圣就丝毫不吃亏 而卢元大圣的肉身力量 要更胜六角大圣一筹 汪林面无表情 他这一爪 乃是参考原始魔教武道秘传阿比神爪 结合自家玄门天宗天道德经的道法所创的幽名遮天爪 威力更胜过当日与卢元大圣交手时的阿比神爪 大魔分身的无黑恐怖摘星拿月的巨大手爪 捏着面前金色巨元的手爪 不断用力 六角大圣手爪的骨节 琵琶作响 发出仿佛星辰爆炸般的声音 一头星魂合一境界的大妖的手骨 眼看着就要被汪林的大魔分身硬生生抓碎 不同于十天号与猪尖大圣斗法 无形中的在地理环境上吃了亏 汪林的大魔分身乃是用一座阿比魔像 和众多驼天椅的身躯 融合大量原始之力炼制而成 在荒谷星海中 虽然不像真正的妖族那样 实力加成巨大 但也是有所增益 不至于吃了外界环境上的闷窥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据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57章 六角大圣 脸线怒容 不停嘶吼 头顶五根尖叫上金光不停闪耀 他断了一脚 气血大到精华损耗 不在自身巅峰状态 否则就算不敌汪林的大魔分身 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他怒吼一声 双眼紧盯着汪林 其中一只眼睛中 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光环 不停旋转 随着光环不停转动 闪耀 汪林那体型庞大的大魔分身 身形竟然渐渐缩小 缩出虚空 不停扭曲 仿佛也要一起转动起来 陷入一个漩涡之中 被卷进六角大圣的眼瞳里 嗯 汪林冷哼一声 头顶一扇半黑半白的魔门出现 轰然开启 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 古今多变迁 往事已已 过去不可改变 现如今却可以用心把握 未来充满无数可能性 正是汪林四项界法之一的古今界 而随着大门关闭 一股从现在与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中 把握住一切 是要改变过去的力量 意境显露出来 仿佛要逆转时光 在古今界力量镇压之下 顿时抵住六角大圣的神通法术 这大魔分身虽然只是一具武道分身 仍可以施展汪林诸般神通变化 威力虽然逊色于本尊施展 但运用德法的情况下 也能发挥妙用 大魔分身力量强大 六角大圣想要擒拿它本就不易 这时再被古今界一阵 光环顿时无法再扭曲时空 大魔分身的身形重新变得稳定 但六角大圣也借此机会 强行挣脱了汪林的幽名遮天爪 而接下来他不退反进 不仅没有趁机后撤 反而更加主动地攻上来 历吼中 六角大圣头顶五根尖角 又有一根自行折断 星光在他身上闪耀 六角大圣祭练一枚星辰 同他那根断角熔练在一起 化作一道极为恐怖的金光 凶狠地展向汪林的大魔分身 大魔分身面无表情 抬起手臂一挡 却被那金光齐肘削断 六角大圣好不容易站到一点先机 身体当即一纵 摆脱汪林的大魔分身 朝着十天号的方向冲去 但他身体刚刚一动 大魔分身那被削断的手臂就爆散开来 化作千百头巨大的驼天椅 扑到大魔分身的身上 下一刻 大魔分身断臂伤口处 黑光狂涌凝结成一条全新的手臂 看上去完好如初 大魔分身面无表情地看着六角大圣 身形一闪 已经再次拦在他面前 右手握拳朝着六角大圣 当头砸了下来 彭博拳意几乎凝成十字 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重物相 一起浮现两两结合 都在不停融合力量 以近乎无穷无尽的势头疯狂增长 增长的同时又齐齐溃灭 不停崩解 像一个无比恐怖的层次递增 正统玄门天宗顶尖舞蹈 八卦崩天锤 六角大圣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 眼前的大魔分身比起方才气息衰弱了一些 但是他此刻的状态也比之前要差 最关键的是 他自断一脚方才抢到的一点先机又没了 心中有再多不甘 六角大圣也只能无奈止步 否则大魔分身这一拳就有可能打爆他的头颅 一边与王林继续周旋 六角大圣心中怒火也越来越盛 他仰天发出一声凄厉长笑 远方突然也响起成片长笑声 一道又一道金光闪现 但没有扑向星海之门这边 而是朝着小神州世界所在的方向冲去 那是一头又一头六角神猴 一个个怒吼着冲向小神州世界外的月红颜 李远方等人 六角大圣这是要逼迫林峰汪林等人分心 同一时间天狼大圣穷奇大圣等大妖 也都仰天长笑 一头头巨大的血眼黑狼 一头头穷奇 还有一头头金翅大鹏 此刻都出现在远方星空中 成群结队朝着小神州世界方向冲去 远方突然出现的一众妖族 星海之门这边的战场 他们无力介入 便转而攻打小神州世界方向 汪林的大魔分身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微微醋眉 目光更冷 身上道道黑光闪动 他这句分身 本身力量强大不说 因为熔炼了众多鸵天蚁的关系 更可以分化万千聚散无常 千万道兵合一身 一身可散千万兵 分化出一部分鸵天蚁分身出来 虽然会削弱大魔分身自己的力量 但可以用来阻拦那些冲向小神州世界的妖族 三世帝无需担心 朱一的浩阳分身头也不回 专心致志 继续稳固进入小神州世界的通道 见汪林准备分化鸵天蚁分身 便及传音给他 汪林目光微微一闪 就见月红颜 骆青五二人已经迎上去 与众妖厮杀在一起 而从林峰等人 与天狼大圣他们交战的那一刻起 李远方就已经开始在小神州世界入口外围 布下重重法阵 严阵以待 面对扑过来的敌人 李远方视线一扫 已经了然于胸 一头原始真灵境界的六角神猴 一头不灭妖魂境界的血眼黑狼 其余的也都是妖王境界 他双掌轻轻一合 低声喝道 看 三座巨大至极的法阵阵图 突然间在小神州世界入口外 亮起耀眼光芒 叠在一起 仿佛一座三层宝塔 最上面一座法阵 近乎于无色透明 其间风声呼啸 正是破开虚空 接引九天无相刚风的九天刚风阵 而中间一层 一座悬傲而又复杂的法阵中 万千沙尘铺开来 各个沙力本身为黑色 但都闪动一层白蒙蒙的光辉 气象万千 却是李远方 和洛天门阵 开东天门所立之 光尘化法阵 在最下面一层 则是一座闪动漆黑光芒的法阵 看似平平无奇 也没有任何威视 只是 也能从中隐隐听见呼啸的风声 这是李远方和洛天门阵 开西天门 所立之黑眼线仙阵 李远方和洛的双掌向前一推 三座法阵 便聚拢在一起 竟然开始渐渐融合 最上方的九天钢峰阵 不断下沉 沉入光尘化法阵中消失不见 但那呼啸的风声 仍然存在 紧接着 吞噬了九天钢峰阵的 光尘化法阵 又徐徐沉入最下方的 黑眼线仙阵之中 然后 没了任何动静 黑眼线仙阵 仍然静默 可是其中危险气息 越发浓郁 仅是这一幕 就让冲上来的群妖们心中威灵 到了他们的修为境界 哪怕不善阵法 最基本的眼力也有 阵法对于精确度要求极高 不阵的时候受到干扰 很可能前功尽弃 多扔一道灵符 多一个阵纹 少一个阵纹 都可能会出乱子 可是李源放这座黑眼线仙阵 里面愣是多放了一座 繁复程度丝毫不逊色的 光尘化法阵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光尘化法阵里面 还套着一座九天钢峰阵 三阵相迭 彼此之间没有受到干扰 崩溃不爽 胸威更加射人 明显还在相互增强 这让六角神侯一族 原始真灵境界的端翅大圣 看来也微微醋眉 阵法布置起来困难 限制条件颇多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物力 但当阵法布置完成 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向来都不可小觑 更别说像李源放这样 阵里套阵 三阵连环合一 便是诸易的浩阳分身见了 也连连点头 六十地晋升元英终其后 实力又更上一层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某种意义上来说 实力相近的阵法修士和武道修士 彼此互为客星相互针对 距离足够近 武道修士突然发难 贴身搏杀的情况下 阵法修士若是没有强大的护身之宝 有可能瞬间就会被重创 甚至被直接击杀 所以李元放还在铸鸡旗刚入门时 林峰赐给他的金丹旗法器玄精绣带 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就是用来护身防御 后来在李元放结丹以后 针对李元放攻坚能力不足的问题 赐下元英旗法器青天雷珠 专门用于强攻 时至今日 这两件法器李元放本人基本都用不上了 也已经作为传承法器赐给了谭云青 不过说到底 李元放面对纯粹的武道强者 或者是肉身力量强大的妖族 还是要小心应对 在自身阵法还没有布置妥当 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一旦被突袭后果不堪设想 但如果反过来 让阵法修士提前做好准备 严阵以待的话 实力相近的武道修士 很可能会被活活磨死 武道强者需要近身的特点 会被无限度的转化为缺点 比方说像现在这样 李元放提前布阵 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便是原始真灵境界的端翅大圣 也感到有些头疼 尤其是六角神侯一族 心血来潮 感知危险的能力极强 他隐约可以察觉 在那看似平静的黑眼线仙阵中 似乎还隐藏了一件法宝 与这阵法配合起来相得益彰 彼此更添威力 其实即便如此 端翅大圣也完全不惧 毕竟双方境界修为差距太大 但他顾忌的是朱易的浩阳分身 虽然刚才看着朱易的浩阳分身相当傲慢 大兵压境都没有反应 而在自顾自的稳固小神州世界入口 但现在入口处被黑眼线仙阵一照 看不清其中究竟 谁知道朱易的浩阳分身 是不是悄悄藏在阵中 随时准备出手呢 只是此刻已经建在弦上 不得不发 自家族主正在跟汪林等人熬战 一时难分胜负 需要他们这边做胜负手 打破僵持的局面 石天昊斩杀的六角神侯王 和端翅大圣同样是血亲 不仅仅是同族啊 怒吼声中 端翅大圣已经冲入黑眼线仙阵 与此同时 统帅血眼黑狼一族来此的 不灭妖魂境界的血裂大圣 也卷起滚滚血雾冲入阵中 六角神侯 血眼黑狼 也都紧随其后入阵 来此的金翅大鹏 虽然没有妖族大圣带领 但也化作道道金光 冲入其中 刚一入阵 一群堂堂妖王境界的大妖们 都一阵头晕目眩 差点失去知觉 只感觉眼前漆黑一片 耳边没有声音 口鼻嗅不到气味 更重要的是 思想念头变得迟钝 几乎不运转 但事实上 就在他们身体周围 一道道凌冽刚风已经袭来 端翅大圣与血裂大圣 也受到影响 但他们神通妖力 到底高强许多 齐齐发出怒吼 驱散了身边 如同梦魇般缭绕的 黑色龙卷风 更帮族人们挡下了 许多突袭的 九天无相刚风 群妖们定了定神 继续闯阵 端翅大圣面无表情 现了原形真身 突然伸出爪子 一把抓住自己头顶上 一根尖角 然后直接将之掰断 端翅大圣 手爪用力 那只断脚 便即化作道道金光 然后在黑眼 献仙阵中不停闪烁 与那黑色巨风 交织纠缠在一起 端翅大圣眼瞳中光芒亮起 照射着眼前虚空 李源放的阵法 顿时开始摇晃动荡 但就在这时 依托李源放布下的法阵 两个身影直接从阵中杀出 目标直指群妖 正是月红颜和洛青武 月红颜身上七沙星凯 紫光不停闪动 肆意而又疯狂的杀念和力气 全部灌注到手上的破军王脊之上 青黑色的大脊中 那要破灭一切 令万物毁坏的破坏力 与七沙星凯凝炼到极致的杀意力气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让一众凶恶妖族 都为之胆寒的狂暴力量 横扫千军 这一刻 荒谷星海中的七沙星和破军星 都在不停闪耀 力量源源不断加持到两件法宝上 加持到月红颜身上 一是天法四项神枪中的 刚风惊天施展开来 在场中妖 除了端翅大圣和血裂大圣以外 其他妖王 大多数简直是 粘着就伤碰着就死 荒谷星海对月红颜力量的加成 比对这些未成不灭妖魂的妖族还要巨大 而另一边的洛青武首一招 漆黑冰冷的玄彻剑落在洁白如玉的手掌中 轻轻挥洒剑 虚空中突然响起山崩海啸式的声音 无边无尽的黑色亡羊出现在众妖面前化作咆哮的黑色海浪向着他们冲击 那海水无尽森寒 阴冷刺骨 仿佛吞噬一切光明 至阴至寒至暗 与玉京山下阴阳海的海水如出一辙 却非洛青武皆引阴阳海海水来此 而是他自身法力所化 玄彻剑剑键一隐 狂暴的黑海浪潮猛然一宁 至阴至寒至暗的海水瞬间化作无数巨大的黑色兵剑 剑尖如同小山峰一般大小 散发凌厉寒气剑翼 朝着群腰斩了下来 骆青武大四项斩仙剑之九阴汉海剑 一剑光寒海万寝 因为他自身体质的缘故 这一剑比他的天风无形剑更加强大 眼见有自家童族的血眼黑狼死在月红颜和骆青武手下 血烈大圣发出一声凄厉狼嚎 周身血光翻涌冲上前来 一对兴红的眸子中贪婪与怒火交织紧盯着两女 你们两个真是上豪的炉顶 他长豪一声 二郎妹 亲一下他们两个 你们个个有份 狂暴的狼嚎声此起彼伏 所有血眼黑狼一同掀起海啸般的血红浪潮 向着月红颜和骆青武排山倒海压过去 血眼黑狼一族乃是纯血天狼的族一分支之一 在整个天元大世界的名声都很坏 除了嗜血凶残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族群性好余色充满了侵略性 在天媚大圣麾下受到约束 虽然收敛了许多 但改变不了其本性 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但月红颜此刻 面对扑向自己的群狼 还是兴眼瞪圆 一对滴血细剑式的赤眉 顿时竖了起来 杀意凛然 他手中破军亡击 在虚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下一刻 犹如闪电般刺出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已经将一头扑在最前面的黑狼王 捅了个对穿 月红颜展开兴池电车神枪 一枪快过一枪 连续刺死两头黑狼王 而这时 血烈大圣也已经杀到眼前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他当头咬下 看着血烈大圣 月红颜眉眸一竖 双目中怒火更盛 兴池电车神枪 换雷霆万军神枪 不闪不避 就是凶狠一枪 朝着血烈大圣 张开的大嘴戳去 青黑色的光流 汇聚磅礴雷霆之力 凝结成一杆粗大的破天聚集 这一下若是捅个正着 便是血烈大圣 小山一般的头颅 也要被戳个稀烂 你这两件法宝 竟然能分别祭练 引动七杀星和破军星的星辰之力 若是吞噬炼花了 与我等大有弊异 血烈大圣长嚎一声 脖子猛然一转 脑袋避过月红颜的枪风 牙齿从侧面扑上 咬住了破军王脊的枪杆 破军王脊上 乌光闪动雷霆爆裂 枪身继续向前刺过程中 与血烈大圣的牙齿剧烈摩擦 一条条电舌 在空间中狂舞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59章 月红颜持枪 吐气开声 低鹤倒 多 他气血狂勇 血液在血脉中奔腾的声音 犹如海啸 与血烈大圣相比 月红颜那小到不成比例的身躯中 如同火山爆发一样 涌现出惊人的力量 双臂一起用力一甩 仿佛蚂蚁搬山一样 直接将血烈大圣那山岳般巨大的身躯 朝上抡了起来 脊身用力一抖 连带着血烈大圣那庞大的身躯 也在空中一起晃动 巨大的力量震得血烈大圣一阵牙酸 险些松口 这是原因中期修士能有的肉身力量 血烈大圣也是微微一惊 不敢有丝毫怠慢 周身钢针一般的黑色猎毛 根根树立起来 从中喷补出浓浓血雾化作一片粘稠的血海 血海里无数祸人祸妖的力魂从中冲出 朝着月红颜袭来 月红颜身上七杀星凯的光芒越发耀眼 不停闪光 一道道紫光仿佛一柄柄利刃 向着四周围斩击 破开那些向自己袭来的力魂 而在这个时候 李源放也催动法阵 一道道黑色龙卷风 和一道道凝炼至极的九天无相刚风 都朝着血烈大圣袭来 黑色龙卷风镇压他的精神念头 而九天无相刚风 则直接斩击他的身躯 虚空中一口秀气斑斑的黄铜鼓中 在黑色龙卷风里若隐若现 一阵阵若有若无的钟声响起 也在不停压制蓄力大圣的妖魂 正是李源放的镇魂中 李源放未成元神 镇魂中的威力发挥不到十足 但与黑眼线仙镇相配合 相得益彰威力不俗 不仅仅是血烈大圣受到影响 周围其他血眼黑狼 也都头晕目眩神魂不闻 周围其他六角神猴 与金翅大鹏也是相同 在这样的环境中 金翅大鹏的急速都不好施展 只不过李源放将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血烈大圣这边 端翅大圣那里就更加轻松了 金光搅动风雨 不停动荡李源放的法阵 李源放端坐阵中 神色冷冽 双手法掘连续变化 催动阵法和阵魂中 紧盯着血烈大圣 朱翅的浩阳分身仍然在开辟小神舟世界入口通道 这时也回头冷冷看了法阵内的血烈大圣和端翅大圣一眼 他伸出一只手捏了个法诀 一条苍龙光影在虚空中浮现 发出一声浩荡龙吟 然后盘在李源放身上 李源放得了朱翼生龙爵之助 头顶顿时灵气涌动 渐渐显化出一个若隐若现 模样虚无的巨人 只是隐约可见四面八臂模样 极为威武 这个巨人虚影一出现 李源放催动法阵力量顿时更强 骆青武听了血烈大圣的话 微微愣了愣神 接着脸上露出好笑的神情 他反而后退一步 心念一动 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旁 却是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 神识波动 法力气息 外貌体态都完全相同 唯一不同的就是 修为低了一个小境界 为元英初起 骆青武本尊手一扬 玄车剑就落到了他的印灵分身手中 印灵分身与他共享思维 当即仗剑上前 又是一世九阴汉海剑攻向群妖 狂暴的黑海剑锋 随着印灵分身手中玄车剑的一隐 顿时一道寂灭暗淡的冰蓝剑光亮起 黑色汉海中隐隐出现惨白光滑 不停流转 翻滚的波涛猛然停止 冻结成冰 却不是黑色冰川 而是惨白色的冰川 骆青武九阴汉海剑之后 立刻剑势一变 化作实地绝音剑 这冰川化作幽冷寂灭的巨大冰剑 顿时横扫全场 杀得群妖连连退避 有那躲避不及者 直接被冻成了冰精 下一个瞬间 就化作尘埃消失不见 而骆青武本尊则站在后方 目光盯着正与月红颜缠斗的血烈大圣 脸上神色似笑非笑 这表情却是不欺然间 与自家师父林峰有几分相似 他右手向上托起 一根粗大的竹杖出现在半空中 翠绿的竹杖上隐约有火光闪动 随着骆青武手一招 竹杖的体型开始缩小 到了最后变得不足一尺长短 落在骆青武手中握住 倒是有些像一段剑柄 只是没有剑身剑刃剑恶这些东西 骆青武右手握住七宝烛火杖 将其一端对准血烈大圣所在方向 左手则捏了一个剑绝 七 七宝烛火杖那个方向的顶端 猛然间火光一闪 一捧火势浩大的青色烈焰出现 正是天地间七大真火之一的地藏真黄 那青色火焰在七宝烛火杖顶端 不过这剑锋只有一尺长短 然后向前延伸 消磨了地藏真黄青色剑锋的剑尖 然后也凝聚成一段一尺长的剑刃 骆青武手中火焰之剑变作两尺长短 后半截青色前半截乳白 精味分明 接下来纯金色的太阳真火已熊熊燃起 化作第三段剑锋 刺眼的太阳神盲不停凝聚压缩 到头来化作纯金色 似乎与透明的纯净剑刃 前三尺剑锋都很快凝结 而由南明离火凝结而成的第四段剑锋 凝结速度则非常缓慢 一寸一寸 一分一分 甚至一毫一毫凝聚而成 虽然缓慢 但却坚定不移 最终成形 青色乳白纯金金光中闪动红蓝二色光彩 骆青五以七宝烛火杖为柄 四大真火为剑锋的四尺长剑彻底成形 剑尖直指血裂大盛 即便是有七宝烛火杖 四尺剑锋也还是很勉强啊 骆青五微微一笑 接着右手一挥 将手中火焰长剑击起 在黑暗的虚空中摇曳着长长的尾焰 朝着血裂大盛急斩而落 血裂大盛想要抽身后退 可是月红颜的枪锋上力量也是越来越强 恐怖杀意排山倒海般向他反压过来 而李远方的阵法镇压之力也催动到了极致 让血裂大盛腰魂受制难以动他 四尺长短的七火晴天剑落下 血裂大盛也只能勉强扭腰避开要害 但后腿还是被剑锋斩中 那四尺长的剑锋相对于血裂大盛庞大的身躯来说 仿佛连根毫毛都算不上 可是在真正临身时却忽然爆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260章 青色乳白色针芒一样的纯金 闪动红蓝二色光芒的金色 熊熊烈火此起彼伏 带着毁灭般的力量 在风锐剑翼的催动下 化作斩天巨剑 直接将血烈大圣的两条后腿 连同尾巴全部斩断 那断裂的庞大血肉 在烈火焚烧之下 顷刻间化作无有 硬挨落清五一事 欺货擎天剑 血烈大圣顿时惨遭重创 原形真身和不灭妖魂 都受到损伤 但这一下也激发了他的凶性 狂号声中 漫天血海突然一收 包裹住他庞大的身躯 整体变作一道细细的血光 绕过月红颜的身体 朝着打伤他的洛清五 急冲而去 方才一事七火晴天剑 几乎耗尽了七宝 烛火杖中积蓄的真火 也大量消耗洛清五本人的法力 但面对着向自己扑来的削烈大圣 紫衣少女神色镇定如常 催骨胜于力量 没有继续遇见 而是抬起左手手掌 横在面前 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下一刻 他颖白光洁的额头上 突然亮起一道黑光 那黑光是如此纯粹 晶莹剔透 仿佛洁净的黑色冰晶 冰晶中凝练了 无穷无尽的神闻印记 黑色神光扩展开来 所及之处万来俱寂 古往今来无尽岁月 曾有人参悟天地大道 得出一种看法 宇宙中焉天地寂灭 并非多么轰烈之势 而是一切在悄无声息间 却不可抑制 不可逆转地归于永岸 没有光明 没有热度 无声无息间 天地灭亡 造化万物走向末路 此刻洛清武额头处 射出的这道黑色神光 便分明在演绎 这种可怕的无声变化 属于洛清武的造化神光 既无神光 虽然因为洛清武 自身当前修为的缘故 既无神光还只是出路争容 但已经展现出令人震撼的无穷潜力 被既无神光一照 血烈大圣深化血光 虽然没有直接归于永眠 不想寂灭 但是也被短暂地定在半空中 显露出了自身行迹 周身血雾纷纷凝结成血红冰晶 接着化归虚无 瓦解消失 只是这么一缓 月红眼影腰回身 已经一世凶狠至极的 雷霆万军神枪追杀过来 重重轰在血烈大圣的腰脊上 打得这大腰又是全身一震 被洛清武既无神光 瓦解了护体血雾的他 腰背上血肉横飞 血烈大圣狂吼臣 不管自己身上多处重伤 猛然用力一转身 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了月红颜 他的后半截身躯 被月红颜的破君王脊牢牢盯住 但前半截身躯突然化作血光 梯形猛然缩小了千百倍 就仿佛寻常野狼一样 但是速度和力量不降反升 光芒一闪之间 已经扑到月红颜面前 直咬向他的脖颈 到了这一刻 血烈大圣也是搏命了 直接扯断了自己的身躯 也要给月红颜垂死一击 千军一发之急 月红颜微微侧身 让过脖颈要害 血烈大圣一口咬在他肩头上 欺杀兴凯光芒狂涌 浓烈杀气如同实质 化作道道紫色光刀 割裂血烈大圣的血肉 但这大妖也是凶悍 寸步不让 死死咬住不松口 狂暴的力量让七沙星凯 都发出了刺耳的鸣响 滚滚血光 更是隔着七沙星凯 朝着月红颜体内猛轰 要将月红颜硬生生震死 月红颜面无表情 被血烈大圣咬住的右肩 无法发力 右手仍然握着破军王脊 左手却松了开来 然后猛然握成拳 他娇斥一声 舌战春雷 握拳的左手猛然抡起 虚空中突然变了景象 狂风呼啸间 头顶仿佛出现了一片厚重的雷云 其中雷声滚滚 不断有电光在云层中闪烁 紧接着 倾盆暴雨落下 风雨交加 席卷天地 狂暴的雷霆 凌冽的钢风 急迟的闪电 密集的暴雨 瞬间倾泻而下 直接轰碎了虚空 化作地水火风一同暴走 无穷力量不停化声 然后崩灭 临风敌传 四项开天书 催动八卦崩天锤所得 四项灭世锤 月红炎左拳 以他天之势砸下 数千里方圆天地都在颤抖 一拳要打爆宇宙虚空 洁白如玉的拳头 轰然砸在血烈大圣的头颅上 直接将这头狼族大圣的头颅 打得稀烂 红白之物四处爆炸 血烈大圣一声惨嚎 被憋在嘴里发不出来 头颅被彻底烘碎 让几个元英七修士斩杀的耻辱 和对死亡的恐惧 以及悔恨交织在一起 让他那本就濒临破碎的腰魂 也剧烈动荡 鼓起最后的力量 血烈大圣整个圆形真身 都炸裂开来 化作漫天血雾 在腰魂驱策下 形成一道犀利血剑 直接贯穿了月红炎的尖头 连七杀星凯都被打出了一个窟窿 月红炎也被震得飞退出去 那血剑打穿月红炎的尖头 从他后肩甲骨处冲出 向着远方急射 血烈大圣现在已经不求报酬 只希望能逃出生天 他成就不灭妖魂 虽然肉身尽毁 伤势重到几乎垂死 但若能得到及时救治 或许还有保命的可能 哪怕实力大损 终究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的 但黑眼献仙阵中 几道黑色龙卷风忽然落下 顿时将他的残魂定住 虽然脸色一片苍白 但月红炎紧敏嘴唇 一声不吭 完全不理会自身伤势 破君王挤交到左手 抡起一条霸道的弧线 回身就将血烈大圣的残魂 彻底劈碎 不 血烈大圣的妖魂中 传出七粒惨嚎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走向末路 魂飞魄散 尸骨全无 一位成就不灭妖魂的妖族大圣 就此被斩杀 随着月红炎这一击劈出 他身体一震 自己又坚触的伤口 又有鲜血喷勃而出 化作炽热的气浪 弥漫四野 对于他这样的武道修士来说 肉身破损 流血失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及时治疗 会伤及根本 不过这时 骆轻武已经快速来到他面前 右手捏了个剑绝 左手十中二指 并力如剑 一道明黄颜色的剑光 自他指尖延伸出来 虽然是三尺剑锋 却没有丝毫杀性力气 反而露出了勃勃生机 骆轻武左手明黄黄的光剑一挥 剑尖直指月红炎的伤口 一剑刺了上来 月红炎双目闭合 站在原地不躲不闪 任由骆轻武的剑光刺中自己 而骆轻武这一剑 也没有让他伤上加伤 明黄剑光所及之处 月红炎右剑的伤口 反而开始飞速愈合 血脉筋骨进阶得到质语 旺盛生机从中焕发 骆轻武大四项斩仙剑之 昆源生灵剑 一剑孕育众生相 无银生机再剑风 此剑乃是取浩然大地之 精益化作自身剑意 然后炼化西壤里的中央雾土神光 为昆源神剑宝光 可孕育生命催化勃勃生机 得了骆轻武 昆源生灵剑相助 月红炎虽然身体状态 还有些虚弱 不过伤势已无大碍 但就在这个时候 李源放所布置的阵法 动荡幅度越来越剧烈 眼看就要被端翅大圣撕裂 其他血眼黑狼 被骆轻武的印灵分身挡下 而六角神猴与金翅大鹏则也在不断冲击法阵 向着小神舟世界入口处靠近 而端翅大圣更是破开黑眼飓风和九天刚风的阻拦 杀到月红炎与骆轻武面前 金光闪闪的巨大手爪朝着他们当头抓了过来 注意的浩羊分身微微粗眉 转头看向法阵中的端翅大圣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